串聯全球一百多個國家 所發起的全球四十天禁食禱告 在九月九日結束 這是繼今年三月 第一波為國禁食禱告後 所啟動的第二波 擴大守望列國禱告運動 台灣牧者團隊祭壇代導者 將近一千人齊聚台中 我們這四十天結束 我們要繼續禱告 禱告的火要降下來 全球要經濟一個禱告的運動 守望者要在各地方興起來 有更大的禱告的運動人要起來 守望者的運 這個復興的浪潮將要興起 教會也要生養眾多 多結果志 得救人士要加進教會 至少的主要加征謙卑 滿足的要成為強盛 四十天禱告結束之日 正是猶太利吹腳節 眾人在傍晚六點 齊聲吹號百響 迎接五七七九新年 同時政治 宗教 教育 家庭七大領域 和中部七個聯導會的代表人 共同吹腳迎向五七七九 每一次當我們聚集一群人 在不同的地鐵 不同的區域當中 我們同樣來做一件事情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powerful的一件事情 因為合一之處就是能力之處 十五七七九 猶太的新年的第一天 我想有一個呈先啟後 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麼特別丹尼斯也提到 讓這個祷告的活 可以取老的祷告 可以整個旺盛起來 很多的回應 那包含在台灣 在香港 在中國 而且在列國 但是我也覺得 這個是一個出手的果子 必須要有不斷繼續 有更多那些果子能夠熟 因此我們都期待 今年不是唯一的一年 我們期待是繼續 長期為台灣帶導的 烏干達使徒釋放信息 無論是猶太利五七七九 和即將到來的二零一九 九代表生產 而生產前必有陣痛 台灣需要更迫切 緊急的祷告火